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師伯 大家好 有同修問到 在廟裡面 都有賣一些所謂的文物 紀念品 香火 或是馬祖的獸像 還是項鍊 還是被包啦 衣服啦 這一類的文物 紀念品 那這些東西帶到我身上 會有沒有用 也就是說 有沒有神的一個 扶持給你加持 來保護你 關於這樣的問題 還是說 這些東西只要過個火 就可以如神一樣 能保佑我們跟香火一樣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我們常常在廟裡面去 廟的旁邊 都有賣一些很漂亮的宿物 我們放了一個香火袋 或是項鍊 做紀念品 那如果我去馬祖 購個爐呢 是不是也如同 馬祖啦 神明呢 會來加持我們 那我是這樣的回答的 各位要知道 要很清楚這個原理 我們拜拜 神物的加持是有所謂能量的 所以說密宗啊 有那個灌錠啊 或是什麼樣的保護啦 受驚 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都是有能量廠的 這個能量是有分 天大自然的氣場 有人的氣場 有地理環境的氣場 三才叫天人地 如果說你到廟裡面去 很虔誠 買一個神物啦 或飾品啊 你進到廟裡面去 跟馬祖禱告 禱告完了內心祈禱 希望馬祖到位去 保護小孩子的平平安安 還是讀書 買個文昌筆 讀書給他讀得好 你一過個爐 那這個文昌筆 就擺在他讀書的地方 或是掛著 或帶在書包上面 很自然呢 馬祖如果有接受到你這個信息 聽到你的祈禱 過個爐 理論他就幫你加持 這個天的自然的能量廠了 他一定對你有幫忙 那如果他天過爐 如果馬祖沒有接到這個信息 沒有護以你這個能量 那因為你很虔誠 你很相信 那這個文昌筆呢 會來保護 來保佑你的小孩 你那個認利 你人的能量長 過爐的時候 人的能量長 也護以這個筆了 你那個祝福的能量 也送給了你小孩 那將來就一種類推 所以他有天跟人的能量 那如果說你希望這個東西 真的能保護我們 能起作用 你最好的方法是買這個東西 所以我去前 先去問馬祖伯 馬祖伯 我希望我小孩能讀書讀得好 我能不能買那個文昌筆 來送給我小孩 那請馬祖幫忙 大家讀書一切順利 考試順利 如果馬祖有銀筆 那你再去家族 我很相信 馬祖神的力量 天的力量 那個能量一定很強 再加上你那麼虔誠 那個人的能量長也加進去的 這天人的能量就加進去 這支筆 帶給你的小朋友 他一定有幫忙 那所有的紀念品 或者是神物文物 帶開於此這樣的講法 那這是顧問的回答 因為顧問的體驗 就是要用科學 現在是量子物理時代 慢慢了解所有物質都是假的 所有的色耳都是一種空 都是個波動能量長 那我們拜一拜呢 宗教就是相信 當你相信的那個能力 你人的能量已經付出於他了 你相信我買這個項鍊帶 馬祖會保佑我 他已經有一個效能了 再加上如果你可以在大廟裡面正式的過爐 接爐的那個能量 然後又經過馬祖的同意 然後派兵給你的話 那個能量會更強 所以有效 那有效的這個幾分 再看看你是不是做到 有氣拜馬祖求馬祖 馬祖OK給你 你個人又做人為此事 又很是善良的 是好人 能量會特別長 所以這時候呢 神鬼都會幫你 那時候你的能力 也就會心想什麼 事成 這個都是非常有用的 好 我想分享在這裡 讓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麻祖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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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